大家好,我是小曾 为什么饭店里面做的蘑菇炒肉这么好吃呢? 原来做法是有技巧的 照这个方法炒出来的蘑菇鲜香入味 无论是下酒还是下饭都非常的不错 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看是怎么做的吧 这是今天花了8块钱买了一斤蘑菇 咱们挑选这种蘑菇的时候要买个头小一点的 这种蘑菇吃起来的口感更加的鲜嫩 接着往蘑菇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下手把食盐抓拌融化 我们先用淡盐水把蘑菇浸泡10分钟 这样可以去除蘑菇表面的灰尘和杂质 而且用盐水来浸泡可以将蘑菇的鲜味提出来 使味道更加的可口 接下来准备一小块清洗干净的猪瘦肉 将它切成薄片 喜欢吃肥一点的也可以用五花肉来代替 切好后装入碗中 往里面加入少许食用盐 胡椒粉 倒入一些料酒 再加入少许的淀粉水 然后下手给它抓拌均匀 抓匀后先放一旁备用 蘑菇浸泡好了以后再将它清洗一下 清洗完一遍后把它捞出来 再重新加入清水给它多清洗一遍 把蘑菇表面的灰尘和杂质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我们将它捞出来 放在漏栏里面控干水分 接下来准备一些去好皮的大蒜将它改刀切成小丁 再准备一小块去皮生姜切成姜粒 姜蒜切好后装入碗中 再准备几个小米椒切成小圈 不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不用放 切好后和姜蒜放在一起 再准备两根清洗干净的青椒 切掉辣椒的把 从中间对半片开 再把里面的辣椒籽去掉 然后把辣椒切成小块 切好后装入碗中 蘑菇控干水分后咱们将它切成厚一点的片 厚度和一块钱硬币差不多就可以 因为这个蘑菇缩水比较严重 切得太薄的话一炒就没有了 最后看一下切成像这么厚的片就可以了 全部切好后先装在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食盐 少许白糖提鲜 少许的鸡精 一勺玉米淀粉 倒入小半碗的清水 用勺子搅拌均匀 咱们提前调好料汁炒菜的时候就不用手忙搅乱了 搅拌均匀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锅中烧上水 加入一勺食盐 用勺子把食盐搅拌融化 加入食盐可以提前给蘑菇入个底位 锅中水烧开后把蘑菇倒入锅中焯一下水去掉草酸 这里焯烫的时间也不需要太长 要不然蘑菇的鲜味全部都流失了 给它焯烫30秒钟就可以了 接着用漏勺把它捞出来放入凉水中过一下凉 这样蘑菇吃起来的口感才更加的滑嫩 而且还可以防止氧化变黑 过凉后捞出来控干水分 接下来把锅烧热加入食用油 油热后把腌制好的肉片下入锅中 快速地把肉片炒散炒至变色 把肉片炒熟炒至颜色变白后先盛出来备用 锅中留少许底油 把姜蒜小米椒放入锅中炒出香味 炒香后把烫好的蘑菇放进来 青椒也一起放进来 这个时候咱们开大火快速地翻炒均匀 让所有食材的香味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给它翻炒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后把炒熟的肉片放入锅中 再倒入我们调好的料汁 继续开大火翻炒均匀 把锅中的汤汁炒至浓稠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伸出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呗 你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对我的鼓励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一直把锅中汤汁炒至粘稠后 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一道简单又好吃的蘑菇炒肉片就做好了 这样炒出来的蘑菇营养丰富 鲜香入味 保证比饭店的还要好吃 好了 有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